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中学生给彭丽然送贺卡 祝彭妈妈生日快乐 不止高通裁员 美IC设计厂报裁撤台湾部门 马斯克晒照 习近平打包票 支持特斯拉在华发展 张忠谋抗力APEC答谢宴 佩洛西黄仁勋夫妇现身 美国人在问 繁荣的中国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 请大家收看 美国中学生给彭丽然送贺卡 祝彭妈妈生日快乐 网友 11月16日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与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等团体 在美国旧金山 联合举办了中美人文交流友好对话活动 活动中 华盛顿州塔科马士林肯中学合唱团的学生 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然 送上了生日祝福 他们精心准备了手绘画作和生日贺卡 并以阿卡贝拉的方式演唱了生日快乐歌 活动中还播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然 8年前到访林肯中学的视频 大家都欢呼起来 林肯中学合唱团的学生代表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访问为他们提供了了解中国的机会 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与中国伙伴交流 共创美好的明天 2015年9月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然参访林肯中学 并赠送了介绍中国的图书 乒乓球桌及球剧 林肯中学成立于1913年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士 不止高通裁员 美IC设计厂报裁撤台湾部门 网友 麦威尔是一家美国的RC设计厂 最近传出他们裁撤台湾固态硬碟SSD部门 资浅员工人数达200人 此前 麦威尔已经陆续裁撤了大陆的研发团队和员工 虽然公司高层并未回应这一消息 但业界人士透露 其他部门仍在正常运作 裁调的台湾员工预计会被国内同业接受 这一消息引起了科技业界的关注 马斯克晒照 习近平打包票 支持特斯拉在华发展 网友 最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与一些重要的美国企业家 举行了会晤和晚宴 其中包括特斯拉CEO马斯克 习主席会见了马斯克等重要代表 并表示对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表示支持 马斯克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表示赞赏 并表示特斯拉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共同发展新能源车 储能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马斯克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与习主席握手的照片 并表达了对繁荣昌盛的祝愿 特斯拉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用户 并且在上海建立了超级工厂 成为特斯拉全球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 这次会晤对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张忠谋抗力APEC答谢宴 佩洛西黄仁勋夫妇现身 网友 APEC领袖峰会今天在台湾结束 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举办了一场答谢宴 在宴会上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辉达创办人黄仁勋 惊喜现身 佩洛西是APEC荣誉东道主委委员会成员 黄仁勋与张忠谋有多年交情 宴会上还有美国联邦众议员刘云平和美超威执行长梁建后 整场宴会气氛热烈 展现了对台湾的友好 这次APEC会议期间 宴会和活动众多 但佩洛西和黄仁勋特地抽空出席答谢宴 与台湾代表团和社群交流 美国人在问 繁荣的中国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 网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商界晚宴上发表了一场备受瞩目的讲话 呼吁美国欢迎一个和平 稳定 繁荣的中国 并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中国经济繁荣 习近平此次访美 正值中国经济陷入罕见的困境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再度回落至融枯线以下 外国投资连续暴跌 然而 美国政府和专家对于中国的繁荣强大 是否符合美国安全利益产生了争议 虽然一直以来美国政府表示支持中国的发展 但随着中国的崛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的繁荣 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 然而 也有人认为 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的影响力可能不如以前 而且 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导致其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美国政府和专家对于中国的繁荣强大 是否符合美国安全利益存在分歧 一方面 中国经济的繁荣可能会给美国创造经济机会 但另一方面 中国的崛起可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一些专家认为 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导致其对美国采取敌对行动 而且 中国的专制政府可能利用其经济实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然而 也有人认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并不利于美国的安全 因为一个经济困境中的中国可能会更加危险 因此 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时面临着一种战略两难的境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的讲话被认为是一次魅力攻势 他呼吁美国欢迎一个和平 稳定 繁荣的中国 习近平此次访美 正值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再度回落 外国投资连续暴跌 习近平此次访美放弃了之前的战狼做法 表现出了更加温和的姿态 然而 有专家认为 这并不改变中国的立场 中国仍然认为 西方国家对其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 围堵 打压 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 中国的经济繁荣强大 是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成为了一个争议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 但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的影响力可能不如以前 因此 美国政府和专家 在处理中国问题时 面临着一种战略两难的境地 无论如何 中美两国的关系将继续引发关注 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美众议院道德委员会主席提议 驱逐议员桑托斯 网友 美国国会众议院道德委员会主席盖斯特 当地时间17日 提请众议院投票驱逐共和党议员桑托斯 道德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了足够证据 指控桑托斯在竞选众议员期间通过欺诈手段谋取个人经济利益 桑托斯曾被曝光捏造简历和伪造人生等丑闻 驱逐议员是众议院的最严重惩罚 历史上仅有5名众议员遭到驱逐 在众议院11月1日的表决中 驱逐桑托斯的决议未能通过 但在调查报告公布后 多名之前反对的议员表示将支持驱逐 此外 桑托斯还面临23项联邦指控 包括电信诈骗 洗钱和盗取公共资金等 马斯克暂反由文章是真相挨轰 IBM苹果火速撤广告 网友 特斯拉执行长兼SpaceX创办人马斯克 因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 支持一条反犹太贴文而引发争议 他在回应用户贴文时表示 你说的是事实真相 这引发了犹太社区和一些大公司的谴责 IBM 苹果等公司纷纷撤下在X平台的广告 白宫发言人也谴责马斯克 白宫表示 这种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行为 违背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马斯克的言论 也引发了对X平台内容审查的争议 一些组织表示 自马斯克接管平台以来 对贴文内容的审查减少 导致仇恨言论增加 此外 有报道称 自以色列与哈马斯开战后 美国的反犹太事件增加了近四倍 SpaceX前华裔高管 真实马斯克 跟畅销书里不一样 网友 马斯克近期因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涉及反犹言论的评论 而引发了广泛争议 这一事件导致了包括美国政府 IBM和苹果等公司在内的多方面的负面反应 白宫谴责马斯克的言论 称其宣传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 违背了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IBM和苹果等公司已宣布撤回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广告 此外 其他公司和机构也纷纷表示 对马斯克的言论感到愤慨 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马斯克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一些人认为他的言论不符合特斯拉和SpaceX等公司的价值观 并对他的言论表示愤慨 然而 也有人对马斯克表示支持 认为他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 并且他的观点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或恶意 无论如何 马斯克的言论无疑引发了对他和他领导的公司的负面影响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马斯克作为一位领导者的特点和影响力 他的决策和言论往往引发广泛的争议 但也有很多人对他的创新和追求卓越的精神表示钦佩 他的公司SpaceX和特斯拉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公司之一 他本人也被视为一位颠覆性的企业家和创新者 无论如何 马斯克的言论和行为无疑对他和他领导的公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7岁川普带儿女赴大姐葬礼 神情悲伤 网友 11月17日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川普参加了他的大姐玛丽安 川普巴黎的葬礼 玛丽安是一位在法律界非常出众的人 曾被任命为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高等法官 他在本月13日去世 但死因没有公开 川普一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悼念 也没有透露悲伤的情绪 葬礼结束后 川普握着妻子梅拉尼亚的手走出教堂 看上去非常难过 梅拉尼亚近期很少公开露面 她更喜欢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 川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参加了葬礼 虽然她与川普不在一起工作 但仍然和父亲保持着和睦的关系 谷歌姆公司CEO 中国将走在AI最前沿必须合作 网友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谷歌姆公司Alphabet的首席执行官 孙达尔皮柴 孙达尔皮柴表示 中国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走在最前沿 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至关重要 他呼吁中美两国在AI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并强调应对AI风险需要建立一个共同框架 在最近的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和全球首届AI安全峰会上 他看到了良好的开端和进展 此外 科技巨头们也对中美建立AI政府间对话机制表示欢迎 并对AI监管表达了乐观态度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说 全世界都将迎难而上 每个人都想做正确的事 新罕州医院惊传枪响 数人受伤 枪手死亡 网友 总结 美国新罕部下州首府康科德一家精神科医院发生枪击事件 有数人受伤 枪手已死亡 警方正在调查中 具体受害人数和伤势尚不清楚 这家医院是该州唯一的成人精神科医院 位于州府附近 事件发生在医院前厅 所有病患都安全无语 又针对中国公民 不登记房产 每天罚款1000美元 网友 今年5月 佛罗里达州州长签署了法案 SB246 禁止大多数中国公民在佛州购买土地 引发了争议和华人群体的起诉 11月15日 佛州州长引入了一个门户网站 要求来自关注国家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注册登记他们的所有不动产 这些关注国家包括中国 俄罗斯 伊朗 朝鲜 古巴 委内瑞拉和叙利亚等 根据该法案 来自这些国家的外国负责人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 获得位于军事设施或关键基础设施10英里范围内的财产 并且必须向Florida Commerce注册 未能及时注册的外国委托人将面临民事罚款 该法案引发了房地产经纪人和中国买家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和种族主义行为 一些房地产经纪人表示 他们被迫以不切实际且令人不安的方式审查潜在客户 担心被指控歧视 一些中国买家也放弃了在佛州购买房产的计划 这一法案在华人社区引起了争议 并引发了对美国对华人的态度和政策的讨论 拜登一句话触发联想 纽森可胜任任何工作 包括总网友 总统拜登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一场欢迎会上公开称 加州州长纽森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包括总统 引发外界对纽森参选总统的猜测 尽管纽森多次否认有意参选总统 但拜登的言论仍引起了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 拜登的言论可能没有顾及到副总统贺锦丽 因为他曾经竞选总统 并且可能仍然有意参选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54%的民主党人希望明年有另一位民主党人挑战拜登 美驻日大使又在习近平背后捅刀子 给北京添堵 网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会晤 虽然顺利结束 但美国政府内部仍有人对习近平进行批评 美国驻日大使易曼牛表示 习近平急需美国企业的资金来挽救中国经济放缓 他指出习近平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导致资金外逃 中国经济下滑 因此他没有参加APED领导人招待宴会 而是去了美国企业主的晚宴 敦促美企对中国进行投资 伊曼牛嘲讽习近平得到了执行长们的鼓掌 但实际上他们的研发和智慧财产权都被偷走了 这明显表明现在谁处于优劣事 伊曼牛是对北京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他曾在社交媒体上嘲笑中国的青年失业率 和高官失踪现象 伊曼牛表示白宫并没有要求他克制 他认为低调是不会成功的 中美破冰11月直航航班增至每周70对 网友中美最高领导人会晤后 双方同意明年初增加中美之间的客运航班 然而对于加拿大乘客来说 这并没有明显的利好 虽然中美之间的直飞航班增加了 但考虑到签证 中转过夜和行李费用等因素 乘客在经美国中转回中国的行程中 并没有很大的优势 一些中国移民和留学生表示 他们希望中国南方航空的温哥华 往返广州航线能够复航 但由于中家之间的政治气氛 他们对明年春天直飞回广州的希望不大 尽管中美之间增加了航班 但是票价短期内 不太可能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加拿大乘客可能会考虑 经美国中转回中国 但这也需要美国签证 并可能增加行李费用 总的来说 虽然中美增行对加拿大乘客是好消息 但乘客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这东西突疯传 白宫谴责 网友 总结 英国媒体《卫报》与影音软体TikTok 主动下架了包含恐怖分子 宾拉丹的信件内容 原因是该信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白宫谴责这封信件 并表示任何人都不应将自己 与宾拉丹的邪恶言论联系在一起 TikTok宣布禁止传播有关内容 称其违反了平台对恐怖主义的规范 科技公司IBM停止在推特投放广告 原因是广告被显示在推崇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贴文旁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因被指放任反犹太主义的仇恨言论 在推特上传播而受到批评 拜登演讲博全场热烈掌声 习图缺席并取消演讲 网友 11月16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亚太金河组织工商领导人 峰会上发表讲话 向亚太工商界传达了一个信息 你们可以依靠美国 他强调了美国与亚太地区之间的相互重要性 并表示美国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 拜登总统还指出 美国经济的强劲正在推动整个地区的增长 并吸引了亚太经济体对美国的投资 他表示 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可以依靠美国 因为美国正在履行其承诺 并取得了进展 拜登还谈到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 并表示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致力于建立稳定的关系 他认为 稳定的美中关系 不仅对两国有利 也对世界有好处 他强调 美国正在解决与中国的分歧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 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 拜登的讲话 赢得了与会人士的热烈掌声 表达了国际企业界人士 希望美中关系稳定的心声 国际政治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的总裁布雷默也表示 拜习会给美中关系带来更多稳定性 对全球来说是一个胜利 他认为 美中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包括进行更多定期的高层军事接触和对话 对于两国和全球来说都至关重要 布雷默认为 美中关系的稳定 对于亚太地区和全球都非常重要 因为这将为各方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发展空间 勿王文韬 强硬雷蒙多开言 就画红线 网友 雷蒙多的表态再次强调了美国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视 特别是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 他指出 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只是针对具体的安全风险 而不是针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 这一表态可能会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 尤其是在技术和高科技领域 SpaceX星舰发射推迟至周六 马斯克透露原因 网友 11月17日 SpaceX计划进行星舰的第二次试飞 但由于需要更换隔山赤片执行器 发射被推迟至周六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已恢复了SpaceX的星舰发射许可证 今年4月的首次试飞中 星舰遭遇了多次发动机故障 最终被引爆 阻止射美导向哈马斯 美未已拿出力气 网友 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中 美国利用外交政策手册中的战略降级来支持以色列 白宫和五角大楼公布了一个消息 称哈马斯利用加萨的西法医院作为指挥和控制节点 并在医院内储存武器 这一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争议 有人质疑美国撒谎来支持以色列 或者认为美国完全根据以色列的说法来评估情况 哈马斯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谴责美国为以色列的行动开了绿灯 美国高官表示 这次降级措施与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时间无关 他们希望保护医院内的患者和平民 美国的评估可能基于截获的通讯和情报收集 此前美国在加萨上空飞行无人机协助人质解救工作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